被判两年前就被预言 翻看非洲十年往期视频 一句评论让人细思极恐 贴打的王总流水的女助理 作为非洲版王思聪 王总身边经常被美女环绕 而王总对她们也不薄 动不动就送房送车送金砖 还经常带她们包机出国旅游搞团建 尽管身边五个美女各个赛天线 王总还是不满意 换助理如换衣服 经常在视频中走到哪里换哪里 近日非洲十年王总还传出了 和女助理闹败的消息 据知情人士透露 女助理小头牙贪心不足舍吞相 向王总提出加工资的要求 被王要拒绝之后 便拿起酒瓶向王总砸去 无奈之下王总只好将她开除 其实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对王总不满 有网友透露前段时间的直播中 马赛小助理全场板着脸 看起来十分有心计 王总一直对助理视如己出 不仅每月开两万元的工资 还经常带着他们游山玩水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好老板 却遭到员工背叛 真是养了一群白眼狼 近日非洲十年王总被美女助理背叛 在两年前就曾经被预言 翻看非洲十年2020年的视频 一句评论让人细思疾控 两年前王总带着小助理 到一家由中国人投资的非洲农场拍摄视频 看到女经理姿色不错 王要便提出给她开双倍的工资 把她挖过来 却被女助理当场拒绝 是因为中国籍农场主说的一番话 让她受益匪浅 你现在工资开多少 我每个月四万签令 我给你开八万签令 你去我的公司上班吧 虽然钱很重要 但是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唐总帮助我了 所以现在他们需要我的帮助 我不能离开 我记得之前唐总也跟我说 人应该有情有义 所以我不离开 做人应该有情有义 这也是中国人一贯的作风 可或许是因为文化有别 在非洲却很难见到有情有义的人 王总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一手捧红小兔鸦和马赛 最后却被这样对待 现实版的农夫与蛇 算是被他俩给玩明白了 和助理相比 王总在非洲绝对算是一股清流 不仅十分重情重义 在外面也没给中国人丢脸 早年大家一搜非洲两字 出来的内容都是脏乱颤 自从王要将非洲最真实的状况 发到网上以后 直接改变了中国人对非洲的看法 当看到一个个被中国人帮助到的 非洲人露出笑脸 感动了无数网友 互联网上所缺的 不就是这种重情重义的正能量的波助吗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